這次的習慣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很小聲一點 又或者是給一個表情 一陣子自己一起保釋 如果這一招不行的話 我就會行動一招 給他極端一點 或者說話會大聲一點 阿明都是在說我沒有禮貌的 人家沒有禮貌 你又沒有禮貌 他回去兩個都沒有禮貌 但是有時候 你必須給他一個多一點的印象 他才知道我這件事是不對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反應他 我是覺得 你生氣也沒用 你不需要生氣 只不過是說 要 反側一點 不要走著我 阿明都是生氣了 那你是要解釋的 大家去排隊 你又為什麼要插隊呢 當然是解釋不到的 所以說真真 我解釋不到的 現在可以自從WhatsApp進來 我們今天講的沒有禮貌 賣好玩的 好玩喔